当窄窄下班的时候 将会打开 昂的开关 窄窄下班中 昂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窄窄下班中 我是啪啪熊 我是大酸梅 耶 是酸梅耶 你是忘记了我们的开头吗 那个 让我想一下 大家今天看漫画了吗 你可以不要我们过年之后的 第一个节目就这样子吐嘴吗 很好笑耶 因为是吐年嘛 所以要吐嘴 我真心的觉得有点冷 我不知道 该不该笑 天哪 我们这个节目要这样子开头 这样子录给人家听嘛 没关系 好丢脸的是啪啪熊 好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漫画 那我们这期节目 当然大家知道我们频道 就是一个全年无休的频道嘛 就是无论有没有过年 有没有年假 我们都一样会上节目 反正podcast就是一个可以先录好的东西 那我们这一集节目如果没意外的话 应该就是在24号 应该这算大年初三吧 对不对 好像是 对啊 大年初三了 所以在这边跟大家拜个早年 算早吗不算早 好啦跟大家拜个年 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对然后我们在过新年的时候 就是当然就要来这里 就是跟大家推荐几部 就是非常非常合家欢乐 而且你最好可以把这些故事都拿去 跟你的家人分享的好作品喔 有一点酸美味 诶诶哪里 哪里有酸美味 我们这个礼拜要讲的两部作品 我觉得没有那么酸美味 嗯 吧 对啊 其实没有啦 但是那个复姑跟阿子一听到 就溜了这样 早知道我应该 先诱骗他们进来 当初我问要不要讲这两部的时候 我也在想 就是啪啪熊也尽可能的 不要提到他们里面的题材 对啊 你如果光只有书名 我跟你说他们绝对会被骗去看的 好像很有道理 我们应该要骗他们说 这两部是充满梦幻 然后充满美丽幻想 然后主角是女主角 你看 手牵手 对 然后又青春洋溢的 没错 的好故事的话 还有猫 不看吗 欸 对啊 阿子还在那里嫌弃说 我们频道猫 猫太少 我说 来了来了 你要的猫来了 但是也同样的 因为我就无意间提到了题材 所以他们最后两个都决定 不要参与录音 好吧 我就只剩下啪啪熊了 就只好将就这只熊了 我也没办法 就人家喂猫我喂熊 嘿 真的是 好的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部作品呢 就叫做喂猫的女孩 作者是鸦雅 YAYA 对啊 应该是叫鸦雅 应该没错了 应该没错 然后出版社是木树媒体 然后他目前只有出资本书 我们是不是要顺便提一下 在那个台湾漫画基地 2月4号礼拜六 会有一个新书分享跟签书会 嗯哼哼 对啊 我们其实刚好就想说 算是过新年嘛 给大家看一些比较 和家欢乐 有和家啦 但是可能没有到欢乐的故事 那也同样的就是 刚刚好帮他们宣传一下 因为他们在2月4号礼拜六 在台湾漫画基地 就是台北的台湾漫画基地 他们有新书座谈会跟分享会 两位作者都会去当场 然后还可以抽他们的签名版 所以刚好我们就想说 节目来推荐 然后同时可以就是 推广他们的座谈会 就帮忙宣传一下 大家如果看完之后 有兴趣的也可以去参加 那我们今天要推荐的这部作品 就叫做喂猫的女孩 那故事的书名 因为太简单了 所以简单到你不会知道 为什么她要叫做喂猫的女孩 对啊 她其实故事的一开始是 就是有一个喜欢喂猫的女生 然后她是一个平凡又很内向的人 但是她做出了惊人之举 就是她上传了一部很惊人的影片 然后结果就引来校方的调查 但是就是针对这件事情 她也只重复说了一句话 说是的 是我上传的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跟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就是这个故事里面呢 就是有老师会跟她 就是像是心理 心理资商辅导的方式 就是就等于说她有两条主线 一个是老师会就是去问这个喂猫的女孩 就是她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跟她去喂猫这件事情 就大概是这两个部分 她去喂猫这件事 对 因为喂猫很重要 她就是主軸 哎 老实说其实我可以理解 就是因为帕帕熊是一个不太喜欢爆雷的人 我也会觉得如果假设我听到这样的故事 是OK的 可是我担心的是如果有一些人想要至少知道这部作品的痛调的话 那如果你担心知道这部作品 我等一下要提到几个关键字 就会大致上知道这个故事它的主轴在讲什么 你就会因此不想看的话 那可以从这边开始往后都不要听 超坏 然后但是我还是觉得 因为帕帕熊的介绍实在是太大略了 虽然我不能说她错 但是因为太大略了 我很担心有一些人对她的期待是 一个充满悬疑感的调查故事 然后例如说中间有什么黑暗扭曲 虽然有 但是不是大家想的那一个方向 不是一个犯罪悬疑或者是什么黑暗调查之类的故事 对 她相反的来说 她其实是就是借由女主角她上传的 这一个可以说是跟她自己 然后跟一些就是性爱场面有相关的影片 所以延伸出来的就是为什么她要上传这件事 那中间所牵扯到的有一些东西 就是在所谓的校园的同侪关系 然后同时也有到所谓的校园霸凌 还有网络媒体所导致的青少年心理的这一部分 应该是说因为目数媒体他们的目标 其实就是希望可以做许多社会议题的作品 虽然目前他们出的作品不多 但是因为刚好你年底的时候他们出了这两本 然后我都买回来了 所以下一本也是他们的这个叫做微光系列的第二本 那这第一本喂猫的女孩我也很喜欢 那它这个喂猫在里面有非常有非常多的含义 它会随着这个女主角的故事的进展 然后而有跟喂猫本身是有关系的 那同样的另外一个是我觉得漫画家的画风 其实很适合画这个故事 就是很美丽 尤其是他在描绘这个女孩的心理状态 是必须要用视觉的 也不是说必须啊 就是他用了一个视觉的呈现 去呈现一个很抽象的心理状态 然后那个画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而且我也很喜欢 没错没错真的 因为我看这个漫画家好像之前没有出过商业作品 这好像是他的第一本 但是后来才发现他好像是同仁厂的大大 对我觉得应该是 好像是 因为看起来还有非常多的粉丝 呃我猜他可能就是其实在画漫画这一部分 他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就是基底的 所以他画出来无论是分镜 然后到他整个画面的呈现 然后到他故事的进展 我觉得其实都相当好看 而且故事就是点到为止 我觉得很OK 角色的塑造也很不错 我觉得这个作者Yaya他 我还蛮喜欢他的作品 如果他之后还有要出别的 我也是会想要把它买回来看的 因为像他我觉得他那个层层叠叠叠叠上去 包含剧情跟情绪都是还蛮 都是可以把读者的那个感觉 整个拉出来我觉得很喜欢 啊然后另外还有一点要提的 就是这两本我们这次要讲的作品呢 它们都是所谓的 你要从左边读到右边 就跟我们一般读字漫的那个顺序不太一样 但我觉得看起来倒是还蛮自然的啦 我自己个人看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疑惑感 就是而且尤其因为他是纸本的 目前好像没有要出电子书 我不确定有没有要啦 就是可能就算要上可能也是之后的事情 如果假设上电子书 可能左翻右翻这件事情才会让人比较 困惑 但是因为我们这边手边是纸本的 所以比较没有问题 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是蛮值得去看看 而且其实不只是故事里面的内容 我认为他的封面也画得非常的好看 就是非常适合 他封面的设计很有趣 就是他是一个女孩子蹲在 算是蹲在地上 然后他手就是圈成一圈放在眼睛旁边 我觉得他这个手势其实是有他的意涵的 我现在提的其实故事里面虽然没有特别提到 但他也是有出现这个手势 我个人的解读啦 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 就是我觉得就很像我们拿的手机 手机上面的镜头 我们一直都是透过那个镜头在看世界的一种感觉 就是这我自己的感觉 然后因为他的封面还有下雨 然后那些雨滴 你如果仔细去看那些字 就会发现那个真的是很常出现在 网路上面的一些流言的话语 然后都是很酸的那种 就像酸语 是这样讲吗 所以我觉得他整个意境非常的棒 真的 尤其当你看到故事里面 他怎么样去描述那一些网路霸凌的时候 其实是真的蛮令人难过的 而且我觉得他也不是故意刻意的去夸张化这些事 也没有 我觉得真的是在我生活周遭 就很容易看到或者是听到这些事情 而且更不用说里面的除了网路上面 因为尤其现在青少年很流行用网路上面各种东西嘛 无论是LINE的群组啊 或者是大家知道的 无论是抖音或者是像Instagram之类的东西 那你都可以匿名的去留言 所以导致有很多的网路霸凌以外 那在学校里面 就是他们彼此之间的那个 怎么讲就是 看待彼此的方式 然后还有包括那个后面的碎言碎语 我觉得都很有 都很有我高中的感觉 真的 这是真的 因为我们高中班上发生了一些事情 就变成分成了两边 然后尤其这个分成两边的状态是 其中一边基本上只有一个人 剩下的就是班上大部分的其他人 然后我非常理解的是 那些大部分的人 对那个只有一个人的那个 那个人是有一些误解的 然后我也曾经跟他说 那你需不需要我去跟他们解释这些事情 然后对方就跟我说 他说他觉得算了就没关系 那他觉得这些事情呢 也让他看清了某一些 原本以为是朋友的人 然后他说这些东西要到十年之后 可能我们才能云淡风轻的 然后开个同学会的时候说 当初其实这件事情不是这样的 对 所以我就会觉得在看这部作品的时候 其实我蛮深有同感 以第一次出版商业制来说 我觉得perfect 棒 然后如果作者未来还会再画其他的作品 我也会想要继续看下去 嗯 其实针对刚刚算没提到的那个啊 因为我刚好昨天有看到地球突击的一篇文章 是关于集体错觉 就是我们所谓的承重效应 对 然后我觉得他里面讲的事情 我觉得也很适合放在这一部作品的结尾嘛 就是因为毕竟校园也算是社会的缩影嘛 那他那些流言蜚语啊 其实我们不见得知道真相 但是我们会习惯性的要跟随着群众选同一边 就是那是一种就是算是人性 但是像这样子追随主流群众的偏误 他其实就是我们都知道国王的心意 可是其实我们看着那个故事觉得说啊 我们怎么可能会陷入那样的状况 但其实在社会上真的很常会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其实还有一句话我觉得真的讲的非常好 他就说也许独立思考会很累 可是这样才能让每一个人成为自己 也才能让这个社会正常的运作跟程序下去 所以真的是就是我有时候真的觉得就是网路上面 尤其是这样讲新闻好吗 就是新闻其实有很多东西就是为了求快 然后他也不见得会去验证或是去寻求一些真实 然后很常我们都会根据一些很琐碎的片段的线索 然后就在网路上面就是躲在键盘后面 就是发表很多的言论 然后结果最后真实有时候不见得是那个样子的 之后他们也不会道歉 因为那个跟他们没有关系 就是躲在一个键盘的后面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也是可以透过这个作品去了解说 就是他为什么不说 然后说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其实我觉得女猪叫他自己也有一些感受 所以他一开始也不想说 就像我说我那个朋友 他说就是你看嘛 就是要到很多年之后云淡风轻的提一下这件事情 真的 对那些原本在岁言岁语的人来说 就是因为也跟他们没关系了 然后所以他们当然说 哦原来如此呢 没有利益关系之后 对啊对啊 如果假设是在当下他们那个气氛跟环境里面的 他们相信他们自己所看到的 我觉得尤其是青少年 在心性很不定的时候 然后又偏偏对于同侪的意见跟眼光是如此在意的时候 对 这种网络的霸凌会是压力非常大的事情 所以我还蛮就是我还蛮蛮肯定就是木树媒体他们要做这个叫做微光系列嘛 他们说他们是想要做对于儿童还有青少年议题的深切关怀 所以他们也请了相关领域的专家 我觉得这点蛮好的 因为这两本作品就先不管我们怎么讨论他们的故事 但他里面在呈现这些我们要说被害者嘛 或者又说加害者的状态的时候 其实蛮多都蛮符合现实的 然后我看他们的后面的 无论是访问或是合作的人 都是感觉很有经验的人 因为他们谈出来的问题 还有包括他们列出来的那些人 深入浅出 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这个故事是 就是他们这个系列我觉得做的蛮好 只是也同样的大家知道我们之前啦 就是我们之前所讲过的作品中 只要是跟议题相关的 我知道都很冷门 大家都没有那么喜欢看议题作品 我觉得 不过其实关于就是木树媒体 他们做这个微光系列啊 我也觉得蛮感动的 而且我看完这一本之后 就让我想起了一本 在绘本界非常有名的 叫做一寸虫 他是美国的 应该是美国的漫画 他有得奖 得很多奖 然后有超多国家翻译这一本 因为你知道绘本就是图很多 字很少 然后又很适合小朋友看 但是他里面的寓意深远 非常深远 就是他里面的寓意 就是非常的深远 就是我也非常喜欢 而且我时不时就会想到他 最后也是有 类似专家解说的方式 因为他等于说 他是浅浅的带到一个 就是用动物的方式 然后去带出一个 如果你遇到 你是一个弱小的人 然后你遇到危机的时候 你可以怎么样去救你自己 跟逃出那个状况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用 非常可爱的方式 然后也是非常逗趣的方式 然后去让就是每一个小朋友 都有机会去想 想象说 他的确他如果未来真的有遇到危机 他该怎么办 是一个很适合拿来做讨论的作品 然后这也是让我想到说 喂猫的女孩也是 而且他里面提到的那只猫 我也 我也 猫 猫好可爱 算了吧 自己养了再说 你可 突然这么冷静 因为我们家就有养猫 对耶 你有养 也不算我养 还甚至不是我养的 但是我们家养 你知道就是 好啦 因为我不是猫呢 我要先说好 我真的没有觉得猫不可爱 我们家猫还是很可爱 但是 因为我是狗派嘛 所以我对于猫可不可爱 这件事就还好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看到 这个故事里面的那只猫的状态 是有让我想到另外一部 应该也算是蛮冷门的漫画 就是那个 他是叫做 小巷里的动物诊所 对 因为里面也有一只狗狗 就是 就是关于动物 就是在受到人类的欺负之后 他们不再信任人类的样子 会让我觉得 特别心痛 好 其实 其实动物都是这样子 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 都是受到伤害的时候之后 就是对于要去亲近他人 都会感到恐惧 我觉得人 就是动物真的都是这样 很难完全相信他人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部分 就是作者他在做 就是加上这个故事的 算是厚度嘛 然后他也是一种心境上的投射 所以我觉得非常棒 是是是 对 我也觉得很棒 所以好啦 这就是为什么他叫做 喂猫的女孩 那大家可以看着 故事中他怎么样借由喂猫这件事情 然后去延伸出来 就是他的 他的状态这样子 所以 总之就是这一部 就是画面很漂亮 然后故事很好看 然后里面隐身的含义 还有角色也都很讨人喜欢 那所以就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那所以就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然后也可以关注 木树媒体他们接下来还要做的其他作品 我其实是个人是蛮期待的 因为尤其是在讲 孩童啊 青少年议题 我觉得就是都很值得 都很值得大家来关注 尤其我认为 童年所受到的创伤跟伤害 其实会随着人的成长 然后但是你会发现 它会对你未来的人生有非常多的影响 尤其我现在在回想很多 我现在的个性上面的养成 然后再去思考到小时候的时候 就是无论是家里还是同侪关系 所造成的影响 我觉得都是 就是后来就可以找出有一定程度的 就是逻辑吧 就是有迹可循的那种状态 这样子 那就是总之 对 推荐给大家 我们过年就是为什么花到这么多呢 总之 我觉得这也是一部给父母亲看 也是蛮适合的作品 对 对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算是告一段落 我们这个礼拜还有微光系列的第二本推荐 好的 就这样啦 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上班 工作 我不要工作 好的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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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 回去 回去 工作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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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